应该是真的有 哇 有吹到他打 三分外线 郭绍杰在四处入角 所以星巴不出来的话 对 就会有这个问题 没错 来了 现在光是这样子呢 已经让对方发生了多次了 13比11 其实双方只有一个球权差距 开后门 站住线 再来一个眼泪跑 整个托邦勇是在球的轮转上错 在目前看起来除了三分线有八位以外 球队在走位上面有取到不错的 在掩护的时候 刚才开一个后门 做太多的抢头 星巴已经要到位置了 看球要不要钓给他 这个球直接接到 在 乌斯跟法师相比 上一场比赛 很明显的星巴被富邦带了一波 间歇跑的一个课表 面的一个save play 很难在极少的时间 要做高效率的一个进攻 这个间歇课表通常是我在执行的 如果让星巴来执行 那真的很累 真的 两发都没进了 勇士队还是领先 这是一个travelling 迈克眼睛灯的相当大看着裁判 星巴跑最快就在这时候了 星巴赶快把球要回来 迈克对他这次的失误呢还是 有一些不紧 在上一场比赛 不方勇士有六名球员 三分线是五成以上啊 这个真的是 how to lose 下主攻 是 虽然付出了犯规代价 乔国豪切入禁区 好球 都在法师做一个启动 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落边做等球 其实这有点 有点浪费掉他自己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能力 好 这位女生来之后这个掩护让宋宇轩跑到了对方的进攻犯规 宋宇轩从反正上来的一个防守能量啊 帮助到工程师啊 建美先生 也是用肉身来换取这次的犯规 确实这个在党人当中手镯是有一个推出去的一个 犯规啊 对 为自己振臂欢呼 光过好low pose 面对林苏伟 然后再给宋宇 石伯恩在防守他 好球 这一步踩下去 有 被救下来 进攻时间又剩下15秒而已啊 再给乌斯 乌斯单打石伯恩 有哨音 所以曾文婷才刚刚来到场上了 已经连续扯了两个犯规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角度看曾文婷应该是真的有 哇有吹到他打手的一个犯规啊 前面石伯恩其实顶得还是相当不错 相当比赛 曾文婷成为了所谓的键盘教练啊 要曾祥均去好好去做好他的一个工作啊 据说在赛情有传一些简讯告诉他要怎么打球啊 星巴更重要的是他自和可以留点危险差点被送给超到 另外曾祥均也替换了两次犯规的曾文婷 回马枪 迈克再把球要回来三分外交 好球啊 开跑啊